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雾气漂亮的样子给人一种风起云涌 世界将要大变的感觉 结合之前宣传片中战斗的厚重感和节奏感 相信本作也会成为挑战魂系列的流利竞争者 然而诸位不要忘了 魂系列的战斗固然核心 但是其深坑一般的剧情才是吸引玩家竞相投身的另一个重大原因 希望《堕落之王》也别忘了在剧本上下功夫 本作将于10月28日登陆PS4和Xbox One平台 现在预定免费升级成为限定版 赠送僧侣密令DRC 不过是美版限定的 SE旗下的炒冷饭新作《王国之星》2.5D Remix 近日又有了新的动态 最新放出的英文版宣传片公布了本作美版游戏的发售日期 当然除了公布发售日期以外 宣战面中也是展示了重制版相对于旧版游戏的一些升级和改动 除了更加精美的画面以外 还增加了新的Boss 新的过场动画 新的剧情 甚至是道具也增加了40多种 看来SE这炒冷饭已经炒出了自己的心得 《王国之星》2.5 HD Remix 日版游戏将于2014年10月2日发售 美版发售日期为2014年12月2日 独占登陆PS3平台 友爱的同学们可不要错过了 SNK在手游领域混迹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又在主机上发力了 此次它为PS3 PS4 PS Vita带来了其今天作品《合金弹头3》 而我们今天就依然以看到新作的方式来介绍这款游戏 本作是一款横板设计游戏 新作了两位女性可操作角色 不仅如此 游戏还增加了水下版面和纵版飞行设计版面 可谓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此次因为要深入外星人母星 玩家得到了新的武器雷暴云和机动卫星 而载具方面新增了潜艇火神炮大象 火神炮鸵鸟 钻地坦克 宇宙飞艇 动力装甲等数量太多 简直让玩家们大喜过望 自二代和X的胖子形态和木乃伊形态之后 这次玩家还可以变成成为丧尸形态 防御力极高 大招可以喷涂呕涂液 伤害惊人 本作追加在线功能和奖杯系统 发售时间约为2014年冬 如果是特别想重温今年的朋友 可以考虑入手一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史格威尔埃尼克斯在官方直播会上公开了3DSARPG游戏 最终幻想探险者的实际试玩影像 四位演示者利用WiFi组队去挑战联机任务 从直播会中我们可以看到 FF系列中诸如黑白魔导士 武僧 圣骑士 忍者等经典职业悉数登场 玩家还可以在任务开始前切换职业 领取任务进入大地图后 生命点数 行动点数和技能凝聚时间 将会限制玩家的行动 还可以通过不断打倒怪物提升属性和攻击力 游戏系统和游玩方法 大致和怪物猎人系统 以及时下的MMORPG相似 此外 本作系统还充分活用了3DS的触摸屏 添加了组内聊天系统 只可惜直播 无法播出下屏画面 游戏发售信息尚未公开 更多职业 更多信息 就让我们一同来关注吧 由BNGI出品 改编自同名动画作品的PS Vita游戏M3黑缸 近日公开了最新宣传片 新宣传片内容依旧是对世界观设定的概要介绍 不同的是这次官方放出的更多清晰游戏开发画面 从中我们可以推测 这是一款文字AVG融合SLG要素的游戏 玩家可以对角色进行编组 选择不同的应对选项推进游戏进程 并以此开启不同的路线剧情 这也意味着玩家的配对和选择 将有可能获得与原作剧情截然不同的全新篇章 游戏预定于2014年11月20日发售 初回限定版收录原作广播 M3黑广播游戏特供版下载码 和Satellite重新绘制的可替换游戏封面 原作粉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要入手一份的打算了呢 日漏过载是Insomniac制作的开放式射击游戏 游戏的主题就是蹦跳奔跑和射击 在官方放出的最新宣传片中 玩家可以自由定制自己的人物形象 组合各种武器进行丧尸杀戮 如超速射碟片枪或者太皮熊爆破枪等 而在今年E3展会的游戏试玩中 玩家还可以使用饮游可乐火龙枪等等等等 可以说是乐趣多多 日漏过载将在10月28日独占登陆Xbox One平台 现在预定将会得到Day One游戏内道具奖励 喜欢变换着花样消灭丧尸的玩家 可以关注一下这款游戏 看完了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和大家互动的时间了 各位A9危机的小伙伴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随着《逃鬼传集》 游戏专区的提设 大家对于游戏的讨论十分的热烈 无论在游戏中遇到什么问题 只要发个帖询问一下 马上就会有人热心的帮朋友解决问题 实在是好人啊 这不佩恩猪同学也是热心的帮助大家 做论坛头像和签名 还给出了一票游戏中的决策供大家选择 对于我等逃鬼传的粉丝们来说 这绝对是大福利啊 不过大家也要慢慢来啊 毕竟佩恩猪同学也不是铁打的 头像做的太多也是会累垮了 辛苦了 我来给你加油 终于到了公布本期互动话题的时间了 这次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 大家可要听好了 问题就是PSR时代制作了大神和神之手的四叶草工作室 它的主创是哪几位呢 我们会把这份中文版PSVita游戏 弹丸论破送给回答的最快 最准确的那位朋友 大家赶快让自己的头脑飞速旋转起来吧 看看谁是第一个答对问题的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了扫描二维码 参与讨论以及回帖和我们进行互动哦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节目 或者我或者一将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论坛给我们留言哦 好了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